大家好,我是陈凯 这一堂课呢,我们来讲一讲三周期短线交易体系 首先我简单介绍一下三周期短线交易体系 这套交易框架是我十多年交易总结下来的一些心得 它在周期共振上和K线具体形态识别上 凝聚了我大量的交易心得和交易体会 这套体系只能用于短线交易 它是进行技术分析的一种,我认为比较合理的一种方法 那这种方法呢,未见得会让大家一定能赚到很多钱 但一定会让大家基本不亏钱 那我们都知道,在市场上做交易 只要你不亏钱,大概率就会赚钱 而且会比较稳定的赚钱 下面我们先来看一看整个三周期短线交易体系 一共分哪些内容 整个这套课程呢,一共是由五堂小课来构成 第一堂课呢,我们先来简单的了解一下K线基础知识 第二堂课呢,是讲述一下关于K线的三周期的基本概念 第三呢,我们要仔细的识别三种K线图形结构 因为这牵扯到我们去选图的标准 第四堂课我们来讲一讲止损 最后一堂课呢,我们来聊一聊具体的止盈 这五堂课呢,实际上是依次递进的 不要担心自己没有做过交易 不了解交易该怎么做 不要有这样的担心 因为我们是从最简单最浅显的K线基础知识学起的 即便你是一张白纸 这一堂小课结束了之后 在短线上,你依然会形成自己的交易模式 或者更通俗一点讲 你知道了怎么样进行套路化交易 那我们闲话少说,进入正题 我们先来讲一讲第一堂课 K线基础知识 首先,我们得知道 什么是K线?K线的起源在哪里? K线图,又称蜡烛图 日本线,阴阳线,棒线 有很多很多的说法 最早的时候呢 它是起源于18世纪德川幕府时代 用来记录米价的涨跌的 因为它标画的方法非常独特 后来呢,有了股票之后 人们把它引入到股票市场的价格走势分析中 那经过了300年的发展 基本上广泛的应用在股票、期货、外汇、期权、各个市场 都会用到 大家可能会比较好奇 K线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我们来看一看,好吗? 这个图就是上证指数的K线图 而且我们很清楚的看到 它是上证指数的日K线 一会儿我们会讲到周期的问题 在这个图形里边我们看到 有红颜色,有蓝颜色 红颜色代表是上涨的 一会儿我们会说到 红颜色代表的 我们管红颜色的叫阳线 绿颜色的叫阴线 红颜色阳线的怎么描述 阴线怎么描述 我们一会儿就会说到 我们看到整个上证指数的图 就是被这样的一个一个K线走势图 每一天的都标记在了一起 我们先有一个大体的一个感受 我们再来看 K线支持的第二个要点 就它会有一些分类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日K线,对吗? 根据K线的计算周期 我可以将它分为日K线 更长一点的周K线 再长一点的月K线 年K线 日线上开盘价是当天的开盘价 收盘价是当天的收盘价 如果是周K线呢 是周一的开盘价 和周五的收盘价做组合 那月K线就是一个月的 第一个交易日的开盘价 和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以及全月的最高价最低价 来画这个K线图 同理我们也可以推得年K线 我们也可以往小的 比如说小时图 分钟图都可以 整个K线 它是有各种各样的 不同的周期来讲的 所以我们在今后的学习过程中 要经常的关注一个要点 就是我们讨论的K线周期 到底在哪个周期 第三一个 K线的具体的画法 我们简单的介绍过 K线是由开盘价收盘价最高价最低价四个价位组成 如果开盘价比收盘价低 我们管它叫阳线 相反的话叫阴线 开盘价和收盘价之间组成了实体的巨型 那么实体以上的那根线就叫上影线 以下的那根线叫下影线 上影线多长呢 最高价的那个点 离这个收盘价或者开盘价的那个点的距离 那就是上影线 那么下影线同样的是最低价 距离巨型实体的那个宽度 那就是下影线 我们来拿一个单独的K线来举一个例子 比方说 这一天 2018年12月15号这一天 上证指数的K线图 那么我们看到上证指数的K线图 具体来说 具体来说 左边这个是分时图 我们先不去管它 我们只看右下角 这里 最高价是2513 最低价是2462 开盘价是2503 收盘价是2504 那说明什么 这是一根实体矩形很短的 小阳线 因为它的开盘价比收盘价要低 所以既然是阳线 我们看到它是个什么什么颜色 红颜色 对吗 它的最高价是多少呢 最高价是2513 开盘价是2503 收盘价是2504 2513距离2504 有那么一段距离 这段距离就组成了上影线 最低比较低是2462 2462跟开盘价2503之间 就组成了下影线 所以整个K线图的画法 就是这样来画的 在这儿呢 我们可以引申出来一个小问题 就是上涨一定都是由阳线组成吗 其实不见得 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所谓的假的阳线 或者是假的阴线 因为阳线和阴线的判定 是由开盘价和收盘价的相对位置来决定的 但是上涨和下跌是以第二天的收盘价 跟头一天的收盘价之间的相对位置来恒定的 所以他们没有必然的联系 我可以是不断的阴线 但是我是在不断的上涨 对吗 就是开盘是11块 收盘是10块5毛 我的开盘价比收盘价要高 所以我应该是根阴线 但是我是10块5毛收盘 相比昨天10块钱收盘 我反而是上涨了 所以股价真正涨跌跟收阳还有收盈没有太大的关系 当然大概率上一定是阳线代表着上涨 阴线代表着下跌 这是讲到K线的画法 那么我们还要去理解一下 K线所代表的一个具体的意义 它到底代表了什么东西 在这儿呢 我先说一个结论 单独去研究某一个K线 只看一根 没有特别深刻的描述 我们只能看到当天的四个要素而已 很多技术分析的书籍 会跟大家说 这个叫T字线 这个叫掉颈线什么的 然后告诉你这个位置就预示着什么 这叫黎明之星 它是要大涨了 这都是胡说八道 我们不可能从一根K线 去推测出后边它要怎么走 那不是在做交易 那是在算命 往往一根K线 能揭示的内容太少了 因为它只有四个要素 我们需要更多根的K线组合 才能够让我们掌握更多的信息 去对将来的走势 有一个大体的判断 或者说是叫推测 我们看一下具体的K线图的一个形态上的一个例子 刚才我已经对应着这个石盘的图 跟大家有一个比较感性的直观的认识 这里我们可以详细的再看一看 我们看K线图的举例 左右两根 左边是阴线 右边是阳线 阴线导致它是阴线的原因在于 它的开盘价比收盘价要高 开盘价的上边收盘价的下边 最高价跟开盘价之间的部分是上阴线 最低价跟收盘价的部分是下阴线 左边是阴线 右边是阳线 四个要素 开盘 收盘 最高 最低 对应着阳线呢 跟阴线有点相反 开盘在下边 收盘在上边 这就是阳线 最高跟收盘之间是上阴 最低跟开盘之间是下阴 我们从这里其实能够看到 整个K线有实体部分 有阴线部分 阴线实体一起构成了整个K线的一个单独的具体形态 所以根据这种组合的不一样 就阴线跟实体组合的不一样 我们又把它分为大阳线 实体比较长的阳线 大阴线实体比较长的阴线 中阳线 中阴线 比如像这样就叫中阳线 像这种就属于中阴线 看我光标这个位置就属于中阴线 还有一些小阳线 这个光标的位置 小阳线 小阴线 那这是小阴线 所以这是我们对于K线的一个最基本最浅显的认识 当然K线的意义 它不同的K线对应着某一根有不同的具体的意思 但是这个意义的信息要素太少了 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东西来做参考 那么单看一根K线 我们认为它的具体意义会有哪些 实际上单一K线的意义 它就是记录了当天的波动的一个情况 而且是比较简单的波动情况 但是根据这个比较简单的波动情况 我可以对整个当天的行情做一个推测 或者做一个大体的想象 这个想象也是依据逻辑而来的 比如说我们看左边 我光标所在的位置 这种它是一根阳线 对吧 一般来讲我们在各种软件上 我们看到的这个黑黑的 一般都是阴线了 这个空白的 因为图片我没有做成彩色的 那么我们管左边就叫光头阳线 那么在这根阳线上 为什么叫光头阳线 它没有上影线 没有上影线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最高价跟收盘价是同一个价位 也就是说当天它是以最高价收盘的 以最高价收盘 那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在收盘的那一刻 所有的买入的人都赚钱了 是这个道理吗 那就说明了说明这个股价向上的动力可能会比较强 不强的话干嘛 离收盘前有那么几笔买单 把所有买入的人成本都变成了好成本呢 或者说让所有的人都赚到钱了呢 那一定是买入的力量比较强 那大家看 我们实际上只从一根K线 进行了一个大致的推测 但跟后市有关吗 没有 完全判断不出来 明天会怎么走 这是光头阳线 那么光头阴线呢 跟它是不一样的 因为光头阴线意味着 开盘就下跌 一天的走势 价位的运行都在开盘价以下 那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开盘价的压力非常非常沉重 导致当天所有的交易都不能逾越过这个开盘价 那么光脚阳线呢 光标的位置是光脚阳线 跟光头的阴线刚好相对 对不对 开盘了之后 整个一天的交易价格都在开盘价以上 从来没有到过开盘价以下 说明开盘价这个位置 对于整体价格的运行 有明显的所谓的支撑作用 几乎下不来 一直都在上面走 你会觉得很有意思 它是两两相对的 光脚阳线跟光头阴线是相对的 核心判定的那个价格要素是开盘价 而光头阳线和光脚阴线又是相对的 核心判断要素是收盘价 一个收盘价和最高价相等 一个收盘价跟最低价相等 都说明在那个趋势上 都是有着比较强的力量 这是我们去了解的单一K线意义 一部分的内容 那还有像这种光头光脚的阳线 光头光脚的阴线 这种指示性可能就会更强一点 因为它开盘以后 所有的价位都在开盘价值上运行 同时呢 又以最高价来收盘 所以我们可以推断出来 光头光脚的阳线 它在当日的日内价格运行的趋势上 可能惯性更加足一点 那么相应的光头光脚的阴线 跟光头光脚的阳线是相对的 它在下跌的运行这个过程中 可能它的惯性相对来讲更足一点 那么还有一些线是比较特别的 它的收盘价跟开盘价落在同一处 这个时候它在整个K线形态上 它会呈现出一横 它没有那个阳线或者阴线的所谓的实体 它没有实体部分 它只有上一线部分跟下一线部分 那我们看到的有具体的有十字星 有T型和倒T型 甚至还有更加极端的一字星 十字星代表什么呢 代表它有最高价有最低价 但是它的开盘价跟收盘价在同一条线上 这就意味着 它经过了一天的价格波动之后 开盘跟收盘相当于是没有价格的波动 绝对直上没有波动 但是它打出了高点打出了低点 说明整个市场在这个图形上交头是有分歧的 大家互相搏杀或者叫搏异 完了之后又回归到了开盘的起点 那么T字形和倒T字形都意味着在某一个方向上 它被严格的阻断了 哪个方向呢就是它的开盘价跟收盘价这个方向 那开盘价收盘价最高价都是同一个价位 只有最低价不一样 那这就是一个T字形的 那就说明这个价位向上的阻力非常非常大 难以逾越 倒T刚好相反 开盘收盘最低价是同一个价 只是最高价有变化 那么就说明最低价以下的这个价位从来没有被逾越过 那说明这个位置有着极强的支撑性 这是我们通过一根去推测 跟后边怎么走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知道在当日的时候在这个方向上它走不动 最极端的也是最特别的一种K线 就是一字形 它的最高价最低价开盘价收盘价是同一个 那么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这样的股票出现了什么情形 这样的股票只有一种情况 它一定是在停板的位置 当然停板我们有两种停板 一种叫涨停板 一种叫跌停板 因为它全天只有一个价位 说明它只在一个价位上成交 那就意味着它一定是停板位置 要么涨停要么跌停 这种图形都非常非常的极端 将来我们去选图的时候 类似于这种一字板是最难分析的 因为我们很难在具体的买卖的价格运行过程中 去发现一些所谓的力量变化 所谓的情绪转折 所谓的价格波动 因为它四个价格是同一个价格 它不仅仅四个价格是同一个价格 它今天一天都是同一个价格 否则的话画不出这样的一根线 这样的线非常非常特别 它也更多的在这个市场里面会连续出现 一字形下一个有可能也是一字形 再下一个说不定还是一字形 我们经常看到下跌的一字形 就是崩盘 对吗 上涨的一字形 这就是逼空 我们经常会看到 因为这是国内特有的所谓的交易制度 这是我们的T加1制度下的涨跌停板制度 导致的这种情形比较极端 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了 单独的一根K线 我仅仅只能去记录它当天的波动 和情绪的一些推测而已 我们无法从当天的K线的形态 去推导出明天会发生什么 但是一旦有两根K线组合 三根K线组合 四五根K线组合 甚至更多的K线组合 不一样了 我们就能够找到所谓的价格运行的形态 价格在K线图上实际上是有两种形态 哪两种形态呢 第一种是趋势形态 什么叫趋势 趋势的意思就是 我要么一直往上 要么一直往下 这叫趋势形态 第二种形态呢 叫整理形态 整理形态我们管它叫什么 叫一直向右 对不对 你画图的时候一直往右 像信念图一样一直往右画 我先来说结论 我们在做交易的时候 去分析K线组合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的目的有两个 第一个 我们能够发现在整理运动的末期 趋势有可能会出现 我们要判断出来这样的一个点 那趋势有可能会出现 做这样的一个大概率的猜断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目的 第二个目的就是 我们能够判断出 现在就是在趋势运动中 我们要在这个趋势运动中去找到一个 具有性价比的切入的点 这两个方向是我们进行K线组合分析的一个根本的两个目的 也是将来我们去操作的两个最核心的要素 我们先来看所谓的趋势 趋势只有两类 一类是上涨 一类是下跌 那么我们怎么去判断趋势上涨呢 我们以上涨来举例子 怎么去判断趋势上涨呢 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形态 这是上证指数的图形 我们来看上证指数2018年1月 一直到2019年1月 12月 10月 这长达10个月的运行价格运行图 我们可以很清晰的在这个K线组合上看到 K线的阶段 它会出现下跌反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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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复杂的运行过程中 你会发现相对高点的位置在越来越低 高点高点高点是不是高点在变低 没错吧 那么低点呢 低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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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点也在变低 高点变低低点变低 我们就认为这是下跌趋势 反过来 高点上移 低点也在上移 我们认为这是什么 这是上涨趋势 所以你看我们怎么去判断一个趋势 非常简单 我们只需要看到两高两低 然后根据高低位置 我们就知道这是在上涨趋势 还是在下跌趋势 如果我们看到的高低点的数量越来越多 那我们对于这个趋势的把握就会越来越强 当然你趋势运行一定是运行了一段时间 你再去做切入你会发现 哎呦我好像性价比没那么好 因为很简单的道理 从10块钱涨到20这个过程中一定是高点在抬高低点在抬高 但是你到了第四个高点抬高第五第四个低点抬高的位置 你才发现的话他已经找到18块5了 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还回到刚才的 PPT的图形 我们在趋势运动里面 我们要做到什么 我们要做到的是 识别出来这个趋势运行的方向 并且找一个合适的位置 切入就行 那么我们看整理形态 在整理形态里边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我们看到的是高低点的无序变化 比如说我们也同样找到了两个高点两个低点 但我们发现高点在下移 低点在上移 那这是个什么呢 我们无法判断 也许是个收敛 但是紧接着下一个高点又上移了 下一个低点又下移了 他像是先收窄再放开 这种就是典型的无序阶段 在这种时候 我们是不进行任何操作的 我们需要等 等什么呢 等我们所说的 将来我们会讲到K线三种形态里边的 那种特别好的形态 叫收敛形态 我们需要看到非常清晰的 高点不断下移 低点不断上移 在这样的形态过程中 我们去找到所谓的收敛的最终末端 通过对整理运动的最终末端 一般的时间推测和周期推测 我们去找到 趋势有可能形成的那个瞬间 我们再做一个市场切入 所以我们对待 价格在K线上的两种形态的时候 我们的做法是不一样的 对于趋势运动 我们希望能够尽可能早的识别出趋势 并且找一个恰当的切入点去切入 但是对于整理运动来讲 我们要的是尽可能靠后的去判断出 整理运动要结束 在它结束的瞬间 趋势将展开的那个时间点 找到一个更好的性价比去做切入 整个第一堂小课的内容 基本上就已经讲完了 我们来重新的回顾一下 在这堂课上 我们先来了解了K线的知识 小知识 起源分类画法代表的含义 其次呢 我们也知道了K线图的具体画法之后 能够从单一的K线上去推测出 某一日的K线 或者一个周期内 小周期内的一个K线 它代表着在这个周期中 产生的一些交易情绪 和一些交易的波动 我们也知道了 多的K线组合 可以形成所谓的趋势判定 和整理判定 这是我们这堂课的主要内容 那么我们下一堂课呢 会从具体的K线的周期上入手 跟大家好好聊一聊 K线的周期是什么 周期的长短之间到底有什么秘密 课后的这个屏幕上呢 有三个二维码 一个是学习群 一个是公号 还有一个是助理号 我们有自己的学习群 有问题的话 在学习群里面 一定不要不好意思 大胆的发问 直接问我也可以 好吗 以上呢 是今天的这堂课的内容 我们下堂课再见